哈喽 大家好 我是董董 我在泰国 我在曼谷的唐文街 那今天带大家来吃一顿非常好吃的鸡脚饭 那就在这里面 那跟我一起 我已经到了 那我带大家来尝一尝这里的这份美食怎么样吧 我点了一个这种鸡腿 然后它把它给切出来 看它的刀工很咸熟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些这种猪血 然后放一根青菜这样子 然后你自己的话可以选一些鸡蛋 或者是猪肉香肠都有的 我要的是一份米饭嘛 然后这家店就是很普通的一家店 应该是华裔开的 你看有福什么的就在唐文街 我要的这个鸭肉饭已经做好了 它不是猪腿饭啊 它是鸭腿 刚刚也看到了 它是鸭腿把它给切出来 然后放到那个卤料里面一过汁 然后就加点青菜这样子一份 加点米饭这样子 这样的一份的话是50株 50株就10块钱左右 超级的 我觉得是这个价格挺公道的 因为它是有店鸭腿的嘛 比你在路边夜市里吃的会稍微干净一些 我来尝一下它的味道好不好 一如既往的很好吃 还有一个 有些宝宝可能来过泰国 那你吃过猪腿饭 那这个鸭腿饭还是挺香的 这样的很诱人 就在唐人街这一边 其实啊 如果你来唐人街啊 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等着你去发现 你可以慢慢的找一找 找一家比较当地 当地一点的 不是那种网红的餐厅 其实也是味道非常棒的 像这一家就是很普通的一家店面 做的都是老手艺 它然后还有一碗这种 一碗汤 它这个汤其实是很简单 它就是卤料的那种 一大锅 然后盛点出来 就是那种卤味的汤 但是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你吃这个米饭的话 会有点干嘛 它可以加 那边可以加面条什么的 可以加很多 嗯 这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如果你来唐人街的话 可以来尝试一下 这样的一份特色的当地美食 好啦 等我们的视频呢 主要是介绍 我在泰国的工作生活经历 以及分享泰国的所见所闻 带大家去吃好吃的好玩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记得点个关注点个赞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